緬甸民主轉型十年功虧一愧 軍方在一號發動政變宣布戒嚴 軟禁了民選政府領導人翁山蘇姬 還將他以非法持有無限對講機的罪名 來起訴 而不滿民主改革被迫中斷 緬甸民間也發起了公民不服從運動 醫護人員也罷工來抗議 緬甸軍方原本就在國會擁有 足以否決修憲的保障席次 而由於翁山蘇姬這幾年 向軍方妥協的權力交易 不僅讓他跌下了人權鬥士的神壇 現在還換來了再一次被軟禁的下場 緬甸軍事政變過後的連續幾個夜晚 第一大城仰光街頭 民眾響應公民不服從運動的呼籲 狂按機車喇叭 在屋內的居民則是敲打國碗瓢盆 在緬甸的文化習俗中 發出敲打聲響又驅逐魔鬼的意涵 藉此對軍方粗暴終結 得來不遇的民選政府 表達最沉重的抗議 緬甸軍方也就是緬甸國防軍 二月一號凌晨在新國會開議前 突然逮捕緬甸國務資政兼外長 也是緬甸時職領導人翁山蘇姬 以及民選政府總統溫明 等數十位政府官員 拘禁即將就職的上百位國會議員 並撤換十一名內閣官員 與選舉委員會 宣布國家進入為期一年的緊急狀態 緬甸警方事後在翁山蘇姬家中 搜出六支未經批准的進口無線電隊獎機 以違反進出口法進行起訴 將拘禁直到二月十五號 同時起訴總統溫明 指控他去年十一月出席競選活動時 違反防疫措施 軍方的一連串行動引發民間反彈聲浪 陽光街頭開始出現零星示威 緬甸全國七十間醫院與三十個城鎮的醫療 部門僱員連陸續發起罰工 並以歌聲展現團結 不向軍方屈服的決心 去年十一月八號的國會大選 溫山蘇姬領導的全國民主聯盟 在四百七十六個席次中 南瓜三百九十六席 軍方支持的政黨只有三十三席 此時指控選舉涉及舞弊 並決定根據二零零八年的憲法 採取行動 由緬甸國防軍武裝部隊總司令 敏昂萊執掌國政大權 退役將領原本擔任民選政府 副總統的民粹 出任代理總統 直到選出新政府為止 國際人權組織強調 緬甸在這次的政變後 情勢可能重回到二零一零年前的 高壓統治局面 這幾年支持翁山蘇姬的民主人士 處境嚴重堪憂 全民盟這個新奇透露 翁山蘇姬跟民選總統溫敏 目前被軟禁在首都 戴彼多的自家住宅 同時有軍方看管 全民盟痛批這次政變 暴露出軍方全力欲望 凌駕防疫 對緬甸超過十四萬人確診 與三千多人變故的新冠疫情 將產生重大衝擊 緬甸國防軍二十世紀 曾兩度發起政變 推翻民選政府 血腥鎮壓民主運動 二零一一年軍方交出政權時 依舊認為緬甸特有的民主制度 脫離不了軍方掌控 畢竟緬甸憲法讓軍方擁有 四分之一的國會保障席次 等於擁有修憲的否決權 但去年十一月八號的國會大選 進一步壓縮了軍方的影響力 習慣大權在外的軍方 終於按捺不住 翁山蘇姬這幾年 與軍方分享權力 有人肯定是讓緬甸民主化的 務實做法 但更多人認為 這是與魔鬼的交易 蘿西亞人的種族屠殺事件 翁山蘇姬親赴國際法庭替軍方辯護 讓他一九九一年諾貝爾和平獎 得主的光環盡失 疊下人權燈塔的神坦 國際聲望大幅滑落 一九八八年投入緬甸民主運動後 翁山蘇姬前後長達十五年遭軍方軟禁 甚至無法見到離愛丈夫最後一面 但當他認為緬甸終於露出些許民主 曉光後的十年 美夢依舊破碎 軍方無情結束 對緬甸民主制度十年的玩弄 而七十五歲的翁山蘇姬 又再次面對軟禁下場 令人不聲規復 公主新聞 靜元前編譯